大家好,我是CAPITO CAPITO 现在是台北北京时间7月1号中午的12点半 好,我们回顾一下比特币盘面 在这边呢,我们一样是走了一波下跌 昨天到现在的一波下跌 那其中呢,期间是有一波小小小幅的回升 其实它是回踩了我们头肩顶的颈线 我稍后会给各位做讲解 这边可以看到我给到的这个趋势是多么的准确 大家看这个趋势在下我昨天晚上所发布的影片 大家看一下我这个影片的这个部分 你看我画的这个走势根本就是跟我们现在走势一模一样 完全一模一样 我们再回顾一下我们以太币的这个走势 以太币的走势也跟我预测的几乎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我画出了我们有可能的头肩顶 昨天连头肩顶的形态都还没有 右肩都还没有出现 我就已经完美的预测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在这个地方 我就已经画出来了 接下来的这个可能的走势 完全一模一样 这就是以太币的走势啊 哪里不一样 对不对 我那个时候连右肩都还没有出来 结果他后来又真的形成右肩 而且也跌破了我们的颈线 这边欢迎有跟我的思路一起做单 盈利的朋友在下方留言 你赚了多少个百分比 好我在这边 我在我的影片啊 所给到的这些思路 还有给到的这些技术形态 我都欢迎各位去跟网路上的博主去做比较 大家欢迎比较 我给到的这些思路 还有这些技术形态 都是非常非常正确的 那我们可以回顾一下 我们在这里呢 是不是遇到了一小波 一小幅的这个回升 大概是在回升到这个地方吧 大概34,000左右 那其实呢 这个是因为我们在下面一样 我们出现了很多的看涨背离 其实我觉得我们大概 回踩到这个黄色的这个趋势线 就会进行一波反弹了 非常有可能 我们到这边就会进行一波反弹 因为我们已经看到 太多太多的看涨背离了 而且就趋势线来说 也是如此的 也是如此 我们来看一下 我之前有给到的这个图表 我之前给到这个非常精确的 这个头肩顶的这个形态 头肩顶这个形态 我们一样嘛 这边是左肩头部右肩 我们跌破颈线之后 回踩 确认跌破 又继续向下 这个跟我之前 所给到的这个思路 都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完全一模一样 大家可以去看我 昨天那期视频 还有以前的视频 都可以再再证明 我讲得非常非常精确的 那这个头肩 形态 他所给到的这个目标价格呢 大概是在 我们的 31500一线 但我个人是不认为 我个人觉得 我们大概跌到这个蓝色的这个位置 他可能就会反弹继续向上 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比特币盘面 我们来看这比较大周期的这个 的这个图表 比较大周期的这个图表 那大周期的图表上 看起来呢 我们目前还是处在一个下降的这个趋势当中 我们从 从最高点吧 从最高点大概65000的这个位置呢 经过了一大波的这个下跌之后 到了现在这个位置 那我们一样可以画出这条蓝色的这个趋势线 蓝色的这条趋势线 我如果我们希望牛市可以继续 我们突破这条蓝色压力线是非常重要的 我会认为我们牛市要延续最重要的 其实是要突破这个 我画的这条蓝色的这个压力线 而不是我们所谓这个 41000到44000的这个阻力 因为我们就算突破了 我们42000到44000的这个阻力 很有可能只是个假突破 我们要真正回到牛市 一定一定要突破我们这条蓝色的压力线 没有突破之前呢 我都不认为我们这一次可以100%的确认 它只是牛市中期的回调啊 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那我们从这波519这波大跌以来的 其实我们已经横盘整理了很久 那现在 而且我们也有看到 我们所谓我们这个缩量啊 我们这个缩量的这个过程啊 所以接下来呢 一定会迎来一波大的 一定会迎来一波很大很大的动作 我可以在这边赶 我在这边赶跟各位来做保证 而且呢 我们也走到了一个形态的末端 也就是我们必须决定出方向 不是往上就是往下 而且一定是万点行情 大家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一定是万点行情 那我们之前呢 之前其实我们也做了非常非常多成功的交易 包括像这个上升的这个斜行 那我们是不是跌破了 我们在这边做空呢 那我们这次会有问题 我们上次会有问题 是因为我们这个斜行太斜了 我们在这边有一个比较 稍微平缓的这个上升趋势线 我自己是觉得 它可能是我们真正的一个 这个上升的走势哦 我们来再回顾一下 我之前不断不断提到的这个 威克夫的模型 威克夫的模型 不好意思 威克夫的模型 它告诉我们什么呢 它告诉我们 我们现在是在阶段C 我们现在在一个回踩的过程 那如果真的按照威克夫模型的话呢 我们非常有可能 非常有可能 来测试我们所谓 阶段D的这波暴涨 大家可以稍微关注一下 我们有可能是会到阶段D的这波暴涨 那跟我前面讲的也是有相互对应的 但是前提是什么呢 前提是我们不能再创出更低的低点 就是我们不能比这个点低 不能比上次这个 大概在三万一千美金的这个点位还要更低 那更不能呢 更不能比这个两万八千 然后吓死我们大家的这个终极正仓的位置还要更低 这都是我们 我们多军最后最后要把持住的 一个最后最后的防线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ABCD的这个阶段 跟我画给到的这个威克夫的这个模型 是有多么的相近 是有多么的相近 大家可以稍微比较 稍微比较一下 你看到一阶段我们就会来一波大暴涨 但是前提是什么 前提是我们要突破 我们从我们最高点的那条下降趋势线 就是这条下降趋势线 我们一定要突破 我们才会引来暴涨 我们一定要突破这条下降趋势线 我刚有说过的这条 蓝色的这条下降趋势线 这条下降趋势线 我们是一定得突破的 不突破的话 我很难确保我们这个牛市 是可以这样子继续的延续下去 大家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那我来讲一下狗狗币 因为狗狗币是不是很多人有持有 是不是 因为我们狗狗币呢 最近是受到了山寨币的一波跌幅 所以狗狗币跌的也是非常狠的 那如果现在手上有被套牢的狗狗币的朋友的话 我不建议你们割肉 因为狗狗币其实我觉得 如果我们还能再迎来下半年的牛市的话 我个人认为是非常有可能狗狗币还会有多行情 而且狗狗币现在这个价格呢 其实也很不适合割肉 你说是不是 如果你是套在 你从0.7套进来的 你现在已经损失 大概是三分之二左右了 非常非常的 非常非常令人难以接受 所以我建议狗狗币还是不要割肉了 那如果以后你们有听到一些奇奇怪怪的项目 我建议你们是不要乱投资的 绝对不要乱投资 投资最大常委一定要在比特币 尤其是像现在这种类似于熊市的趋势当中 更要放更多更多的资金在比特币 不要放太多在神载币了 讲到这个我不得再提一下 我们这个比特币优势指数 比特币优势指数 我们我之前做的这个预测 做预测也就是完美的达成了 我完美的达成了 我们还没有到达我们的目标价格 但是基本上呢 我们现在这跟我讲的 跟我之前讲的也是一模一样 我之前说是不是WD 然后这个点要比这个点还要更高 那突破之后呢 他可能会有一波回踩 然后再继续向上 他走的就是这个形态啊 他现在走的不就是这个形态吗 他走的形态跟我之前讲的 影片里面讲的是完全完全一模一样的 完全一模一样 所以我认为接下来呢 比特币会比其他山寨币要表现的 不能这么说 应该说山寨币呢 他不会再像之前这么样的猖狂了啦 我可以跟各位来做这样子的一个预告 好 那其实我最近呢 也是有准备 那个群组来给大家 做这个 呃 提供我最新的资讯 那这个部分我觉得我现在其实准备的差不多 那也经过了很多的测试阶段 那很多 你们会在其他 可能油管啊 或是其他网站上看到很多博主 他们都要求说 哦 你一定要用我的这个注册连结去注册 我这边群组是没有任何的要求的 我们这边 我都欢迎比较 我就是回客给我的观众 我没有要骗你钱 那 其实 博主他会这样子做 都是有他的利益的 都是有他利益纠葛的 如果你们想知道这个内幕的话 欢迎在下方留言 我以后专门做一期视频 给大家讲解 博主的内幕 博主的秘密 我给大家讲解 我对大家是没有 是根本没有秘密的 也完全不可能诈骗 我的群组里 只有我可以讲话 你们都不能跟我讲话 也不能互加好友 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 群组的一个 呃 策略群哦 策略群 我是不允许 我所创建这个体制下 有任何任何的诈骗行为发生的 好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请 点赞 我会非常非常地感谢你 那如果你想接受我 第一手精准的分析 请按下订阅按钮 并开启小铃铛 保证你 接收到我每一则的 消息 这是我用过最好的 杠杆交易所 现在点击下方连结 就有机会获得 1610U的交易证金 加密货币行情 据失效性 如果你不想错过 下一个交易机会 请按下订阅按钮 并开启小铃铛 接受我第一手的 精准分析 请不吝点赞